刚信任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一职的薛瑞福访台停留五天在岛内引发关注 据台湾周时电子报报道 薛瑞福2月19号在台湾防务研究院以美台关系强化印太区域安全为主题发表演讲称 2019年对美台来说是个好年 双方在军售和网络合作实质关系上取得进步 持续低调地进行防务对话 提升双方官员交流层级 同时通过台湾旅行法 他声称对美国来说台湾是很重要的关键伙伴 有自己的军队来保护自由开放并站在对抗的最前线 美国乐于帮助台湾抵抗中国 联合新闻网注意到薛瑞福在演讲中多次使用关键一词 说明台湾在印太区域的角色 针对日前台立法部门负责人尤希昆 向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建议与台湾建交 薛瑞福则回应称 没听过美国有此计划 但双方可在现有框架下加强关系 20号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与薛瑞福会面 感谢他致力于提升台美安全关系 尤其是协助通过F16V军售案 此外台外事部门称 薛瑞福此行是专程访台 没有去其他地方彰显他对台湾的友好情谊 据了解薛瑞福此行唯一公开行程是19号的演讲 他长期支持台湾 任职美国国防护期间促成M1A2战车 及F16V战机等军售案 2019年12月底卸任后 立刻出任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主席 两岸问题专家邵宗海20号 以薛瑞福来台三大猜想为题撰文称 他此次来台绝非一场公开演讲而已 可能建议蔡英文成立一个女性领导人的国际组织 文章说薛瑞福声称台湾处于前线 面对来自大陆的巨大压力 因此美方希望台湾在防务方面做出正确投资 这一项是美方在兜售军火时的惯有手段 在条廉栅梦市的沙月 只有11万3万5万15万